麻痺色系变暗变灰 要加入红色系 学生们仔细听着老师讲课 离坏脑性麻痺的杨淑仪 在人群中各自显得矮小 身为口租画家的她 特别喜爱国画 画作里一笔一毫展现的生命高度 还被医院收购挂在病房展示 陈士风在年轻时 因为误触高压垫 导致双手截肢 接触绘画三十多年 从低潮走出 现在还勇于分享鼓励商友 面对生命残缺始终不放弃 他们的人生故事 也像这一幅幅的画作 如此激励人心 永保光彩 大约新闻 吴博勋 桃园报道